瑞瑞乡中正路南下车道 昨天晚间7点多发生一起重机 以及电动代步车插状的车祸事故 双方骑士身上多处受伤 其中流性重机骑士还一度没了生命迹象 机果消防队员赶紧将他送医抢救后 以恢复呼吸心跳并转送花瓷救助 事故现场一团乱 电动代步机车骑士卡在车上无法自行起身 一旁紧销人员则忙着对重伤的重机歧视 施以CPR抢救 其中级车行经锐遂中正南路南下车道 却不慎于电动代步车发生差状的流性歧视 现场一度没了生命真相 到达现场后发现有两名患者 危机车与四轮代步车差状 流氓人员金平沟一名流性机车驾驶 无呼吸脉搏 给予CPR AED静脉注射 长背板固定BPM LNA等处置 后到玉璃农民医院 这起车祸事故造成双方骑士身上多处受伤 其中伤势较为严重的流性骑士 经锦销人员抢救送医救治一个多小时后 恢复呼吸心跳并即刻转往花瓷救治 而至于两车怎么会发生差状 警方也进一步说明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及责任归属 警方也已展开调查以厘清造则 记者十一欲栏对岁采访报道